大家好,我是就讀于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黄俊敏 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 名字叫做《尝试统计学》 拆穿混淆的假设,揪出偏差的错误 试破扭曲的理论 那这本书主要的是讲解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案例 然后利用统计学的观念呢 去导致这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错误 那其中觉得,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章节呢 像是老师之前有教过的《辛普森悖论》这个章节 然后以及提出错误,一些谬论图表的这个章节 那我先讲《辛普森悖论》这个章节好了 它使用的案例呢 是在1960年发生的 在英国发生的一场大流行病叫做霍乱 那大家都知道 最后这个霍乱的病源呢 其实是存在于这个英国某个小镇的深井里面 但是大家那时候都以为 霍乱的病源呢 是从空气中存在有这个霍乱因子 所以才会有 才会互相传染这样 但是 之后呢 这个 John Snow医生 他找到了 找到了病源的来源 然后利用这个辛普森悖论的方式 找出了两家 就是提供不同自来水公司的住家 这样相互比对 发现 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于 他们所引用的这些水的问题 所以最后真的发现在深井里面 真的找出了霍乱的病源 这本书对于我本系 也就是经济系来说 其实是有蛮大的帮助的 因为经济系主要来说 也会接触到很多 也是从很多日常生活中衍生出来的问题 然后用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 然后用经济学的观念 去看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那这本书 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从统计学的角度去看 这些日常生活 那其实我觉得经济跟统计呢 这两个专业呢 可以相互融合 经济来说的话 就是可以从 比较理论念的方式去 去看这个问题 然后统计的话就是 可以将这些理论化为实用性的 一些资料跟数据 那其实这本书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 是要跟我们讲说 因为现在的 科技越来越发达 大家都比较依赖 用电脑去 看一些资料或者是数据 然后也会用电脑去计算 收集到资料跟数据 那有时候呢 电脑其实并不是万能的 它所设计出来的图表呢 可能会略有缺漏啊 或者是有一些谬误 那电脑也不会跟人一样 会考虑出很多 可能外在的因素啊 因为有时候外在因素也会影响到 整个数据跟结果的呈现 所以呢 这本书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当在看一个数据 或者是图表的时候呢 可能要多留心一下 多思考一下说 这个图表 到底是否是正确呢 它的 它的纵轴横轴 用的尺度是不是都一样 那 评判是 计算的标准跟规则 是不是都是公平的 都是有依据的 那 也可以思考说 是否有一些外在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资料或者是数据 数据的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书 想要带给我们的 观念是这样子 那以上是我对这本书 的一些看法跟观点 然后以及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这本书的一些地方 谢谢